早报的头条消息要快速带你来关心 先来掌握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 台纽今天要签下金河协定 农业部门受到冲击是最大的 制造业服务业可以受贿 另外呢 这死者家属要求一个真相 希望能够揪出真凶 待会我们都有相关的报道 这台湾选手向前冲 士大运郭幸成一举拿下了手机 另外针对政府组织改革 两年增加了1.2万人 却吃掉了有70亿的资金 这今天早报的头条消息 水公给你